是吗 最新的上市的这只超大光圈 标头50毫米标准镜头 光圈1.2 1.2绝对可以算是大光圈了 在标头里面 目前的这个自动对焦的 标头50毫米 而且做的1.2光圈 目前这只镜头是体积最小和重量最轻的 轻一刻也是轻对吧 目前还是最小最轻最小 那么未来我相信随着科技的这种发达 光学的这种不断的提升 可能会不断的突破一些新的极限 都有可能 那么这个镜头摘下来呢就这么大 这么大一只镜头啊 在试码镜头里头 其实以前大家都说试码试码啊 很多人觉得试码镜头特别大 老师要他逼个马啊 不叫新个马逼个马说贼大 那么后来发现这两年 大家就除了试码在整个的发展里头 其实也历经了一个变化 那么我再把这个变化啰嗦一下 大家讲一讲 试码就是很早就做了很多机身和镜头 试码以前是也做过机身啊 做过机身就单反的时候就做过 我还有过试码他单反机身 一直到他的数码开始出现这个插散传感器的 他不断的提升 这些都很好 那么试码的镜头在就是新的社长 就山木啊 接管这个就山木和人啊 接管这个啊 试码之后呢 都觉得他就是属于爱 说我要做一些新的突破 在画质上一定要啊 做一些改变啊 用了很多新的设计师 用了很多很大的方案啊 那么推出了第一代art镜头 就是艺术啊 art这个镜头 你听这个名字就很浪漫啊 那么art镜头出来之后 第一支三维1.4啊 那支头画质各方面还是非常好 那么有的人会觉得那个镜头颜色怪怪的 是觉得老 用胶片拍啊 就觉得有点偏黄啊 有点偏黄 跟尼康加盟的风格不一样 那么后来适马就又推出了51.4这支镜头 那支镜头真的很好 因为那支镜头其实是跟 蔡斯的毛头鹰同年推出的 毛头鹰出来之后 我觉得毛头鹰真的是太好了 那毛头鹰之后呢 试马推出这支 光去结构我们可以看非常像 都用了反望远的这种结构 而且都非常对量 那蔡斯那支呢 个儿很大 试马那支个儿也很大 蔡斯是手动 试马是自动啊 就这个区别 那么这个镜头里头呢 试马做这个镜头 锐度各方面都非常好 但是很快就出现 有人反馈 说这个试马这个51.4跑胶 在单反上跑胶 那么当时就说 其实有两个原因 我们说跑胶其实玩的多了 你就不神秘 以前都认为所有跑胶 都是镜头的问题 后来慢慢发现 就是单反其实是容易跑胶 而在无反时代 很少出现这种词 就是为什么 无反没有反光板 没有多这一层结构 多的这层结构 容易跑胶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跑胶 是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不跑胶 但是某些机身 升级了新的固件之后 这个镜头装上就跑胶 这个就很耐人寻味 目前我们在市面上 这种手法不少见 我们见过很多这种 一升级之后 对付厂的支持率就下降了 这种商业手段 大家能理解 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不爽 只是我觉得很不爽 虽然从一定的角度上 如果能理解 但是这个理解 确实不是那么好接受 但是这个事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不用 有的人觉得 就一定所有的跑胶 都是镜头的问题 我来卡就不会跑胶 一个镜头 我是你来卡机身的M 是很容易跑胶的 经常要检查 所以玩多了 大家现在觉得不神秘了 很多时候会考虑其身的问题 但对很多新人来说 他可能会都不会 解到镜头上的问题 说这个 就是为了大家知道 有些不是这样 那么后来 是吧 就不断的往前 不断的发展 就art系列 做的都很棒 但是也带来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art太重了 画质是很好 但很重 就为什么 他还要维持一个 比较低的价格 还要做很高的画质 那么这个 又坚持 一直用玻璃镜片 这个就会做的重 这个没办法 就是你做树纸的 就会便宜 但是呢 山木木老板还挺逗 就必须是玻璃 必须玻璃 所以他这镜头的重量 就老下不来 做了很多超过一个镜头 比如二百五百 这种2.8横定 这种巨无霸 就是为了展示 一个光学上的决心 我觉得这个年头 还能有人 去做这种事 很不容易了 光学上 做一些我们说 就是病 就是叫好不叫做的产品 一种情怀 不容易 所以那么后来 也出了art的另外一条线 就地基金 就针对无反的这条线 那么无反相机都在做小巧话 那么世马也在做小巧话 就把很多 这种前期光学的 这个校正 这些年大家都很流行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 只不管各家镜头 只要小型化 这种光学校正的 机变什么的 基本都交给了数字校正 就因为这个代价很大 体积上做很大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 用后期来校正 体积一下就可以缩下来 所以你看各家的镜头 都在往下缩 就为什么都做成了数码校正 机身的无反的数码校正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各家不管来卡 尼康加能什么 大家其实都在玩这个东西 不要觉得奇怪 不要觉得 是不是有的厂家用这个校正 别人的大盘不用 大盘用的更狠 你真点开原图看一眼 有时候挺刺激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其实有点没想到 世马会出了501.2 事先一点风都没透 天上都没漂过来一张黄纸 告诉我说这上次写了501.2 哎 那么出了这个501.2 我觉得超大光圈 我当时想 哇 这是不是特别大 莫有想到 这只501.2 72毫米口径 72 1.2光圈 自动对焦 72毫米口径 就不能算是大 在目前的501.2的 自动对焦的这些镜头里头 自动对焦 别说手动 自动对焦里头 它做的是最小巧 这就很不容易 这么大镜头 还要保持高画质 还要小 不容易做到 人家想出越来越高 很多人对这个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你说过于小型化 很难 但是你看 有的镜头呢 就是做的稍微不够小 就会被喷 比如说索尼 索尼当时刚出这个GM镜头的时候 那骂声一片啊 网上有几个著名的喷的 我们也都知道 就骂的都不行 说这什么怕玩意儿 做的这么大 这么蠢 这么笨 什么难听说什么 但是另外一家很大牌的镜头 出来之后呢 这人就真香 哇 这太棒了 威武 哇了不起啊 人力光学精华 什么这什么都来了 我说就有什么夸张吗 这么感动啊 就是镜头要好 做的大很正常 就不要觉得就是 觉得大就是无能 或者什么样 很多电影头 那都很棒 电影头的好 都做的很大 你随便现在看那些定焦 不用说变焦 那定焦做的这么粗 跟玩一样 你不是要高画质吗 它必须要付出代价 所以就像莱卡这种能做的很小 还很好 手动啊 纯手动 很小 很好做的这种 不容易 所以它贵啊 那一只五零二双一 卖六万多行货 你平常买只五十毫米 加能你买只五十毫米 那种 一点八 比方圈比的还大呢 也就一千块钱 对吧 那这怎么比 那个六万 这一千怎么比 就是各家其实都有 都有好镜头 都在尝试轻便化 小型化 尼康家能索尼 富士这些家 各家都在努力 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那你比如说尼康 580.95 那画质顶天 个儿这么大 手动啊 个儿那么大 卖也很贵 四五万块钱 对吧 还订单正产 你说它能不能做小 做小很难做的弄高 尼康的五零 一点八 啊 这一口 那一点八 哎 你觉得就小 又小巧 画质又特别好 但是也不便宜 对吧 五六千块钱 也不是那么叫做 啊 尼康就一点八 军团 其实素质很高 但是很多人不认 就认为太小了 不专业 哎 但是有的时候你做大了 他就认为 做大了很蠢 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 做镜头啊 在成本啊 各方面的核算 画质 各方面 他都要做一个平衡 在平衡里面选一个合理的选择 你完全不管都做的很高 那么没问题 但是那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很贵 啊 但那个你可能做出来 就卖不掉了 对吧 我们做出来 你做成了买不起 那不跟没做一样吗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平衡的艺术 那么是吧 这只我觉得在平衡的比较好 就1.2大光圈 自动对焦来说就不错 我用的是 莱卡这个SLS 这个机身 SLS 那么2400万像素 并不高 可能人说你为什么不用SL3啊 或者那个SL2S 那样SL2S 我说S也买不起 说那为什么不买SL3 我说那还要说什么 更买不起 就不要买得起 早买的 太贵了 太贵了 对我来说的那个东西太贵了 对我买不起 那么这个它就买得起 又比较适用 所以就选了这个 那么L卡口 是马的马来森联盟L卡口 那么我镜头基本都是L卡口 包括70200 什么这这就是L卡口 就用着 比较习惯因为L卡自己这个颜色 也有它的风格 确实有加成 这个外角的很好 就虽然它没有翻转屏什么的 但是为了那个小可乐标 你还是可以忍的 就这都个头不小 堆掉 素质好不好 不用说了 适马 组穿一能堆掉 17片12组 你听听17片12组 我为了怕错 我专门来给大家练一下 我还专门 存了一下 我的公号上写着 17片 17片12组 然后4片 非球面 重点 校正的球面相差 矢状 会差 和轴向色差 等这些东西 校正的非常好 而且呢 在这里头对色散 尤其是 胶外的二线型 做着重点控制 超大红圈 胶外如果做的 不细很容易散乱 它对胶外的二线 把控的特别用心 明显的看出来 胶外这种细腻过度 有些超大红圈胶外 二线特别明显 可以作为一个风格 但世界上没有那么愉悦 而这个图在这做的很好 尤其是 是马的新镜头 比如说 新的70-200 新的70-200 和这只镜头 都做了哪一点调整呢 就是在呼吸感的控制上 做了重点的控制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拍视频 焦点从远处变到近处 从近处变到远处 容易有呼吸感 画面会显得不舒服 那么这两只镜头 对呼吸感重点做了控制 特别对拍视频的人 有极大的好处 而且这两只头 是马的这只新的70-200 和这只50 还有一个点呢 都可以在手动对焦的时候 这个对焦环 这个对焦啊 可以以非线性的形式呈现 也可以切换成线性对焦 就是你可以在对焦上 你用拍视频的 就知道线性和非线性 对焦的重要性 这一点上来说 这一点上来说 是马的新镜头很明显 在针对视频的专业化上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面上你可能看不出来这些指标 但你真到用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有多好用 那么抱歉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拍视频 我不在意这样 那么这些都是在镜头里头 花的钱 下的本 所以啊 就是我们用了发展的眼光 看待各个厂家 各个厂家其实都在努力 都在进步 是马的这只头堆掉 大光圈 超大光圈的高画质 对色散的控制 超大光圈很容易选 大紫边大绿边 这个头都克服的很好 然后 对这种 全开光圈的锐度 也做的非常好 胶外的二线性控制的非常好 拍视频的时候 呼吸感控制的非常好 而且考虑了手动对焦 进处到远处 这个手动对焦的这个切换 它过来这个对焦形成的线性控制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 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 我认为已经是非常好的一只镜头 个人的感觉 这个镜头在 莱卡的机身上 对焦比较迅速 一定比不了索尼的迅速 如果你用一口装在索尼192 A1这个机身上一定比最快 快多了 尤其是追焦 这个比不了 不要考虑索尼的一定是最快的 一定是最快的 那么没有 很多人说 没有加能口 没有尼康口 什么 每次都有人说这个问题 我说其实说了很多遍 这个事很好解释 不是事马不想做 不是事马做不了 而是尼康加能不开放卡股协议 不开放协议 你就不能做 不给你授权 你就不能做了 就侵权 不是你有能力就行 明白这个意思吗 很多人老不明白这个东西 不是做不了 是大家要遵守这个规则 遵守这个规则 人家不开放 你就不能做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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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界限 刚才说对焦这个方向 因为现在也都有防抖 再加上大光圈 就可以让我们在很弱的光线下 获得更好的画面 这是特别有帮助的 光圈大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就不要觉得不用 没用可能是平常 有的人说我扫街 我天天光圈 八天光圈十一 没错 但是您还得考虑到 全世界人 不光都扫街 开得有拍人像 有的人拍人像 就是在很弱的光线下 你不在那拍 不等于所有人 都不在那拍呀 对吧 你冬天 觉得我穿这件就不冷 所有人就该跟你一样吗 不一样 你要尊重 要相信有的人跟你不一样 不要因为我不用 我就是天下第一 老的就是世界的真理 宇宙的中心 没必要 宇宙的弓心在铁领 所以不要取得这么强 那么这个东西 你用不了 别人用 一定有它的道理 这些工程师和摄影师 都不傻 真到那会儿 你就知道 就差这半挡光圈 你就上不去 感觉是不一样的 拍得到和拍得好 就是有区别 在敲打光圈是有用的 那么在整个的颜色的表现上 我觉得锐度上非常出色 可能是我个人心里感受 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个人认为 适马新的70200 和这只新的501.2 在色彩上 比以往要好 好指在哪儿 不是说别的 不说以往不好 是我感觉这两只镜头的颜色的 对某一切色彩的倾向度上 感觉更浓郁了 这个跟以往的感觉不大 就直接你拍出来 不管是用索尼的用莱卡的 你都会觉得跟以往 还是有点不一样 是在不断的进化 有意思 我认为有意思 以前很多日本头 你会觉得镜头比较淡 那么在这个镜头上 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感觉了 好玩 这可能是我个人的错觉 大家有机会 给你拿来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片子 那么首先看这个 这个是拿这只50.2 用莱卡SLRS机身 来拍摄的全是自然光 都没有使用反光板 经常看我拍片子的朋友知道 我对反光板非常的排斥 我基本不用反光板 用也用米波罗 很少会用的 因为反光板那我受不了 不是从来没用过 但是我觉得很多数没必要 就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很多数自然光 之所以好看 就他有他的魅力 并不是拍人像摄影 非要把脸拍的白 你才能认出这是个姑娘 这是一个人 对吧 不需要 你脸拍的暗点 你也知道这是一个人 光线自然的转折 多么美妙 为什么非要去泡开他 搞得白白的 躲死过 就没有立体感了 很多人说 哎呀拍的片子就 打得大瓶光 然后说镜头不立体 我说你这 这么好奇怪啊 就你自己搞得他不立体了 还变到镜头身上 不用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都是1.2光圈 基本上是1.2光圈全开的 有几个输光圈 基本也就是输到1.4 输到2啊 这种感觉 那我们看这个 这就光桥全开 拍摄的这个感觉 室内的弱光 光源在右边 在画面右边过来 左边也有这个窗户啊 两边都有窗户 进来的散射光 形成的这样感觉 日光白平衡 来海岸四边急身 日光白平衡 我习惯了用日光白平衡 因为我是从胶片时代 过来的摄影师 我用反转片的颜色 用习惯了 所以很多人每次都问 为什么你不用自动白平衡 我说其实每次都在群里都解释 为什么不用自动 每次直播都有说 就是我习惯了 很多人看到 说电影感 胶片感 我说为什么那会儿 你们都要 都去注意那种感觉 但拍的时候 偏偏不用 日光白平衡呢 你怎么能追出那种感觉 追不出来 好 这是这个 那么这只头 大家看左侧 我们看左侧这个窗户 它的虚化是非常漂亮 它的虚化 注意啊 我们说二线的控制 这种超大温然 特别容易 二线就分开了 它这些线 这些窗户 你觉得就是慢慢化开的感觉 这个就是诀窍 很多人其实不太会看镜头 好不好 就觉得虚子特别厉害 虚子起码都见不出来 就叫好 不是 要有形 有形 而不散 才叫好 才叫化开 冰棍 掉在地上 慢慢化开 不是掉在地上 变成两根冰棍 那不叫好 明白的意思吗 变成两根 就变成二线 一个冰棍 慢慢融化开 这叫化开 是这样 这叫化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觉得 这个镜头的颜色表现 还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再看这张 在强烈的阳光下 大家看对 亮部和暗部的 一个表现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大家看看 在这个情况下 手都是虚的 因为景深很浅 手都是虚的 大家看看眼睛 和嘴唇的质感 看看眼角 那个皮肤的纹 这种细节 这在2400万上 都如此惊人 这个镜头真的是 表现当时让 我觉得非常惊讶 放大一点看 比如说这个 大家看眼睛 我对待这个阴影里的 这个眼睛上 大家看看皮肤的 这个细节 这些颗粒 包括脸前头飘的 这个头发丝 每一个都很清楚 包括这儿的头发丝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发丝 这种上头 你都看不着这种 就是那种 一下子突然就虚成 二线的感觉是慢慢慢慢融化开的 非常漂亮 细节过度很好 不一说的对 细节过度很舒服 大家看整个的感觉 包括背后的这些 背景 慢慢虚化的这个感觉 很体现这个镜头的能力 现代镜头 说实话 各家的头都没有弱了 尼康加能索尼 各家的头拿出来都很棒 大家在这里头 再找自己的风格特点 那么弱光是必然的 必然有拍到弱光 这个呢 在青岛拍的啊 这是我的一个青岛的一个化妆老师的朋友 啊 朋友也是一位演员啊 正好在青岛说 哎 刚下戏 说直接抓过来 就当摩托嘛 然后就请来当摩托 这是在棒板的路边 青岛的这个这个 这个老中山路啊 有很多灯光 特别漂亮啊 就简直就是黄河路的翻版 特别好看 那么在棒板的时候 蓝色时间去拍 很多人不知道蓝色时间 太阳落山之后 路灯刚刚亮起来 天空还有亮度 你看天空是深蓝色 特别漂亮 不是黑的 深蓝色 这蓝色时间 这蓝色时间拍片天空会特别蓝 再用日光白平衡 天空会非常非常蓝 然后灯光的这种白制灯就是黄色 照在人脸上高光就是黄的 这就这个镜头的颜色 来拍这个 那么大家来看看光圈全开 啊 这种感觉 这种分威感啊 我们看看人物的这个感觉啊 清晰度是没问题的 大家看 对焦对在眼睛上 因为现在的相机都有人脸识别 都有眼部对焦 所以你就不用考虑 基本上不会出现焦点跑的情况了 然后呢 我们看看背后的光斑 光斑大家可以看看 慢慢融化 另外大光圈镜头 都有这个口径10 光斑会变成椭圆形 这个口径10跟玄焦还不是一回事 口径10是因为就像月10一样啊 很多人不理解口径10 就什么意思 就我们拿一个特别长的望远镜 看这个月亮 这个月亮在中间的时候就是圆的 这个月亮如果挪到画面旁边 它其实被这个井口挡住了 这个井口挡住了 它就会 圆就可能被挡住这么一块 就变成这样 其实还是个圆的 但是被挡住了一块 那个井口如果够大 你看的边缘是圆的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的井口有360度 你看始终是圆的 但是呢 所有的镜头口都是有限制的 口都有限制 所以它一定会有口径10 啊 莱卡什么的都有 佳能什么的 尼康都有 所以不要再没没用 都有啊 所以都会出现这个状况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看这个郊外的这个 这个效果 对 十八老板说蓝调就10分钟左右 很短 但你只要控制好了 那个时间 真漂亮 尤其很多拍风光的老师 啊 我以前没注意这个啊 因为尤其以前拍黑白拍的多 但我有拍风光的朋友 人家就说你蓝色时间 出去拍特别好 那我让圣叫蓝色时间 说蓝色时间拍 拍这个大海啊 拍这个漫门 特别漂亮 我那时候才开始 那会拿着自己的海鸥 开始走 人说这蓝色时间啊 才去注意到这些颜色的问题 好 我帮林军说 隋老师也逛街里啊 那必须的啊 然后再看这张 这张也是室内拍摄 大家看这个立体感 前景后景的空间的虚化 包括灯光上的光斑等等 这些效果啊 这就是这只标头 在这个距离上拍的 这时候离摩托大概有个 得有个三米左右吧 三米左右啊 在这个角度上来拍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今天下午在阳光下 在阳光下 1.2光圈拍的这个感觉 那么皮肤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树的 影的头在人脸上的 这个斑驳的感觉 那么我就让高光过掉 然后以让暗阴影里的 皮肤为基准来曝光 那么画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认为这个镜头 在这个这种阳光下的表现 还是非常好 大光圈有没有用 有用 真的有用 对景深各方面的边 还是确实是不一样 跟你拿个70-200去拍 或者2470-200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呢 稍微放大一点看 大家看这个感觉 眼睛这些清晰度都没问题 大家看看这个花朵 边缘的这些花朵 这感觉 虚化的这个不同的层次 大家就看 它对这个郊外的控制 我觉得做的非常好 是不是完美还不够 世界上还没有镜头 能让我觉得虚化完美 包括尼康的135的原神 我都觉得还没做到虚化完美 虚化完美很难做 索尼和美能达曾经做过 美能达135S FTS 那个STF 然后索尼的100STF 虚化很棒 但是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么完美 都还有一些地方不够满意 所以镜头这个东西啊 就是不同的感觉 去追寻就可以 这个也是 大家看这里 有点玄焦的效果了 就是画面围着人 周围这个左侧的草地上 有点玄焦的感觉 玄焦跟你的距离 跟角度什么的都有关系 就并不是随时都有玄焦啊 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啊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俯拍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画面 能不能放大一点 树口图上 大家看看 眼睛上贴的 刷眼皮胶什么的 都很清楚 能看出来这种细节 包括这些树 大家看这个树叶 花的部分 从清楚到不清楚 慢慢散开的效果 做的都是不错 在现代镜头里 都依然属于很下功夫的去控制了 但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明显 能让你看出来 所以很多人其实看虚化 并不知道什么叫虚化叫好 觉得虚了就行 虚化也分好坏之分 所以一些老莱卡用户 为什么说ASP一式的虚化都不喜欢 就是要不同的虚化的感觉 八明玉 跟现在的11663 11663虚化完全是两种风格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哪一个都有他的道理 没有绝对的真理 说绝对哪个虚化就最完美了 谁都不敢说 谁都不敢说 那么这个画面大家看包括他的颜色 包括各方面 这就是日光白平衡带来的效果 在阴影里 你会觉得偏冷色 因为主要是天空的反光 今天天还不是特别晴 所以没有那么蓝 大晴天的时候 你觉得人的皮肤高光都偏冷 特别冷的掉了 所以就是跟你用的白平衡 镜头的颜色 跟你用的白平衡 各方面有很多的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就每个人 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要求不一样 我觉得不用在这方面特别纠集 就觉得哎呀 为这点事 想好几年 我买还是不买 我说有这种 你不如先去拍 多拍 多拍的多了 你可能就不去想这些事 这个也是弱光的感觉 那么这张曝光 我就以人脸为基础来曝光 画面整个会收的暗一样 因为我要这个灯光的颜色 所以用了这么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看放大了 细节里头都很好 看眼睛里的反光的光点什么 这个细节其实都很棒 这个我觉得就是也配合上莱卡S2 莱卡确实颜色上也有它过人之处 有加成 所以你说莱卡的颜色准不准 莱卡的颜色其实不准 但是好不好看 我认为好看 所以你说颜色有准确的颜色吗 没有 只有你喜不喜欢 就像吃饭一样 我一直说有人爱吃辣 有人爱吃酸 有人爱吃甜 你说哪个最好 不同地方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你何必非要追求一个准确的答案呢 对吧 镜头的颜色也是一个道理 这张也是 我们来看一下 背后的光斑 大家看到边缘 口径实际比较明显 变成了柠檬状 就如果未来的技术能够能够发展 让这个光斑都能控制的很圆 那就太棒了 那就太棒了 但是这种不圆也是一种它的氛围 那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这个放大了 看一看 大家看看在这都是1.2光圈 大家看看眼睛里的这个细节 这种感觉 对焦 这个头发丝 这种感觉 慢慢虚化出去的氛围感 现在镜头里头要做的 有感觉已经不容易了 现在镜头过于完美 很多时候丧失了我们说的那种味道 这个也是 不同的颜色 大家看不同的虚化感 这都是蓝色时间 其实很短 就拍了那一会儿再拍 天空就不是蓝的了 就不是蓝色 就变成了那种 我说深深的偏黑的颜色 颜色就开始受城市光的污染 就天光掉下去了 那这儿其实就比较晚了 大家看这个感觉 这个是背后正好这个灯很漂亮 我说的这个红黄的灯特别复古 我说在这拍一个 拍了之后呢 主要是背后那个灯正好能把它的头发丝 发丝的边缘照亮 其实相当于一个逆光的效果 所以大家看看这张 这个对焦呢 我就当时对的是鼻子的边 所以大家看靠近我的眼睛是虚的 焦点对在鼻子边和发梢 所以大家看这个感觉 头发丝 正好可以看看头发丝的这个清晰度 和这种细节 我认为这个应该 对一般的用户 我觉得绝对可以满意了 绝对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当时看回放 我也觉得很满意 觉得这个颜色 包括这个发丝上对细微的颜色的 这个微妙的变化 作为现代镜头 就很不错 另外胶外的光弯 画的很好看 现代镜头的美感 就胶外虚的很稳 很稳重 不是那种老镜头的那种炫焦 那种绚丽的胶外 也很浪漫 每个都有每个的好 就我们不要用一个标准 要求所有的镜头 全世界的镜头都是一个感觉 那会是多么索然无味呀 对吧 大家要的就是一个不同 在这不同里头 每个人获得不同的乐趣 就行了 这都是这个镜头出来的感觉 我们看细微的脸为什么发红啊 因为周围的环境色 硬在皮肤上 有日光白平衡 一拍 这个红色 硬在皮肤上特别明显 就会发红 自动白平衡 不是这事 这让我们看看这个感觉 对焦在这个眼睛上 大家看看眼睛里的这个泪水 反映的上涂那一点点 霓虹灯的颜色 这就是精彩的部分 这些细节才是真正体现 这个镜头的威力 我当时拍的时候没有注意 我只是看到演员 从训言器里看到演员 就是这个泪水 毕竟是演员 我说要点这个情绪 有那泪水就出来了 拍出来这个细杯的感觉 就真的好看 就觉得哇漂亮 这个感觉真的是 能表现的出来 就眼睛里这一点 霓虹灯 对面这个霓虹灯里的冷色和暖色 就这一点点就非常精彩 非常动人 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看这些发丝的空间的表现 看这边虚化 从耳朵那的头发丝 到背后头发丝的这个虚化 我相信大家能看出这个 应该这个是变化 是能看得出来的 然后看背后的光斑 我们看看光斑 这个感觉 大家看光斑的散焦 就是这样的 从焦点处的画面最上面 这儿 其实焦点是在这儿 灯的这个位置 然后到后头的光斑 画面最边缘 最边缘 因为其实焦点不在这儿 焦点是在这儿 这个灯这儿 因为我对焦对的是人 平行的往上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灯 到远处的这个光斑 出来的这个散焦感 现在镜头的这种特性 表现得也非常棒 所以你看 现在镜头 又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吧 不同的镜头 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我们再看这个 边缘的光斑 这个就很清楚 能看出中心的光斑比较圆 到边缘慢慢慢慢变成柠檬状 我来放大了看看 这是中心的光斑 到边缘的光斑 大家看 但到边缘的光斑的形 控制的都很好 都没有那种完全放飞掉 就说明他在堆料 没说错 堆料对这些控制 对这些相差 会差什么的 这些控制的 真的是做的下功夫 下功夫了 我认为是一只 值得表扬的镜头 值得表扬 虽然有的人一定会不满意 一定会认为 用了这个头 降低了我的身份 没关系 一只镜头而已 我们还要用镜头 来拉自己的身份吗 并不需要 这就是冷暖光的 这个肤色表现 这张特别懂 这光线极暗 光线暗极了 我们路过的时候 我跟化妆师 一苦同生的说 在这拍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 非常非常暗 几乎是纯黑 但它上头有一个 氛围灯 一会红色 一会绿色 非常为助 我们让演员站在下面 这个光慢慢 就变成红色 来拍摄 极暗 感光度应该这个 拉到了好像是 6400到10000左右 非常暗 1.2光圈全开 才能拍下来 所以你说大光圈 有没有用 有用啊 到极限的情况下 你用得上 用在这么弱的光线下 焦点 在这个距离上 看发丝的感觉都很好 我都没有加过锐 大家看这个发丝的感觉 就很好 我觉得就已经很很棒了 就现在1.2镜头 在人物不在画面中心 这么弱的光线 还弄到这样 绝对可以了 真的 不是吹 有很多镜头 达不到这样 达不到这样 技术在进步 我们也相信 技术在不断的进步 那么你看 暗部的这些颜色 解析的也都很好 你看远处的 这个虚化的字 都很克制 我觉得这都是优点 虽然距离 我心目中的完美 还不到 但我相信我心目中的 完美那种镜头 真做出来的话 我肯定买不起 这点句 好 沈马罗汉说 小猪狗 好 这张就是变成了 冷色和暖色之间 与一个正常颜色 当时立刻就拍下来 然后不断的在这个颜色 在按摩 包括背后墙上的灯光 在不断的旋转 它是一个 有点像原来 那个低厅里的那种球灯 打好多光斑 在墙上转 那个灯 那个光斑本身就是椭圆的 拍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大家看这个 有的时候 它那个灯会变 变星空 变什么的 不断的图案 而且是动的 在慢慢的移动来拍摄 这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 在这么弱的光线下 让我能拍到 我眼睛看 其实从 就是你拿手机 或者拿相机的讯息 看就是黑的 特别黑 就感光度 就是三千二 就完全看不到 拼命往上拉 但是最终表现出来 很惊人 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 就是让你可以在这么弱的光线下拍到 这个时候光线差的半档 你就拍不到 真的 这是马路上 有点像黄河路那个味道了 老上街里 这儿 狗不里 那个位置 我觉得灯光都很漂亮 所以专门在这拍理一下 那么大家看看 主要看看背后的散焦 散焦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效果就行了 大家看焦点在原物这儿 这个没问题 大家看背后的灯光的散焦 这种效果 我认为非常好 有的人说 后头那个光斑有紫边 不好意思 那个LED灯 后头那个招牌 是蓝光和紫光 所以有这个 你看其他的就没有 对吧 是招牌的颜色 招牌的颜色 这些在肉光下 我认为这个头的氛围 还是相当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 所以出来的感觉 也很让我满意 加上演员的这个表情 这就是 我觉得演员跟模特的区别 并不是只是对着镜头笑 凹造型 就是真正好的模特 是有戏 不一定是要靠笑容 靠甜蜜蜜 不用 那这是演员 能带给你画面不同的感受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也是 大家看天黑透了 跟刚才那个蓝色时间 在马路上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也是1.2 很近 这个就推得非常近 来拍摄了 大家看背后的这个虚化 这种光斑的形状 我觉得都不错 光斑里头 你看光斑里头都比较干净 光斑里头很干净 就是很多大汪染镜头 尤其是飞球 特别容易出现洋葱圈 这个头里头 这么多镜片 四片飞球 还能做的这么干净 真的是给视频 专门做个考虑 做个优化 下个功夫 所以我们要能看出 这种功夫 这才重要 而不是光看 光确很大 就很好 只要是服场 就没有逼格 我说这事真不一定 真不一定 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个看法 改变这种 固有的对很多东西的看法 很多人 我用过是吗 不行 我说您什么时候用过 我30年前用过 我说那30年的发展 你有注意过吗 不一样 不要用老眼光看人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黑白是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莱卡的黑白真的好 这就用了SL的黑白直出了 真漂亮 直接调到黑白 勾PG里直接射单色 把一出 你就说哎呦 我技术又进步了 这个感觉 就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看看这个感觉 离这么远 全开 大家看这个锐度 头发色的这个表现 只给就行了 只给就行了 这个画面呢 我觉得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这都是拿这个来拍的 大家看看不同的距离上 这种表现 对吧 黑白的这种感觉 真漂亮 所以我就觉得 莱卡SL呢 我拿了单纯拍黑白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 东角手足说RF拍的吗 对 都是RF 对 目光行者说的好 蔡思布也是复长 这是老玩呀 这个是对的 然后呢 第二天 我后来又去又拍了 这是 请的我那个化妆师朋友 他正好刚从国外回来 哎 我说正好来给我当模特 啊 在青岛的一个公馆里面拍的 八大关那 那天天 嘎情 倍儿情 情的都不行了 啊 我 我拍了几张风光 都没好意思 拿出来发 什么就太清楚了 那种 太锐了 然后以为你会折子坐下 大青天 日黄白平衡在室内拍的 大家看地面 明显的泛着蓝光 青岛的海边那天 特别蓝 真的是 你在青岛才会体会 刮完风之后 瓦蓝瓦蓝的天 你要不知道为什么叫瓦蓝 就是那种琉璃瓦 天坛那种琉璃瓦 起研电那种蓝色 那种 倍儿蓝 虽然室内都会受这个颜色影响 但你得用日光白平衡 它才会出这个蓝色 你能够自动 它蓝色就会被削弱掉 啊 这日光白平衡 反差极大 所以我还要保高光 所以暗部就牺牲了很多细节 我就觉得它按下去吧 啊 加上莱卡的这个颜色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啊 这边398说 芝麻351.2和芝麻51.2 选一只 我觉得这样 就是看焦段 你有人喜欢50的焦段 你选50 你喜欢35的焦段 就选35 而不要比哪个镜头好 我用哪个镜头 不是这么选 选你的焦段 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买车 法拉利好不好 好 你要我开了去越野 那法拉利再好也不好使 对吧 所以首先不要考虑哪个好 而是哪个我要用 从这里头去选 啊 这种下午的强烈的反差 和室内 这个墙本身就黑啊 基本上是黑色的那种 墙围的 墙裙的 木头的 就颜色特别 这是一个老公碗 老公碗 在里头非常漂亮 这种颜色 所以以高光为基准 来曝光 来控制这个感觉 我认为很能体现 这个镜头的特性 就它的反差的感觉 这个镜头还是很有意思 反差的感觉 有很硬朗 很浓郁的这一个倾向 这个是很有意思 那么然后看大光圈 这张是大光圈来拍的 当时对焦 对在前头的这个头发上 大家看 这边的头发都虚的 一直到后头的这个感觉 这种虚化 都很漂亮 空间的氛围感特别好 我觉得尤其这个椅子辈 看这个椅辈的虚化 人们我认为做的是很棒 这种感觉 使大家看着头发丝 对焦在这个头发丝上 这种细节 这种感觉 从实的头发丝到虚的头发丝 大家看这个过度感 包括后头的这些物体的虚化和光单的这种氛围感 很现代 但是也很漂亮 所以老镜头有老镜头的美 新镜头有新镜头的美 这些我就快速给大家看 这张单独看一下 这是当时这个桌子 我觉得光特别好看 我就专门拍了一下 我觉得这张片子就是有这种油润感 当然 莱卡SLRS 莱卡的色彩还是有它个性的 有这颜色你说准不准 我敢说这个颜色不准确 但是出来好看 日光白冰红 如果你真的调满白 就不是这氛围了 但就这种 你觉得这个片子有润感 我觉得这张片子有电影感 就来自于SLRS本身的这个感觉 放大了 大家看看全开光圈的表现 大家看这个桌子上 这个桌布 我对焦在这个餐巾纸这个边上 餐巾纸这个边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看看杯子和刀叉的这个高光 这种氛围感 这个杯子口的这个立体感 大家看看远处的虚化的刀叉的这种感觉 这种如此柔和细腻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人拿别的镜头是拍不出来 这张片子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感 这都是在这拍的不同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暗部的这个椅背 大家看看这个 这种木头的这个颜色 润啊 好镜头 我还是能帮到你 不同的颜色感 包括逆光的这种处理 我觉得都不错 这个室内的这种光感 包括这些细节 大家会觉得你比如说这张 这张在窗边 在窗边靠着西侧 靠着东侧 但这边的下午是不着光的 只靠反射 大家看天光 就蓝色的天光 映进来在人物皮肤上 高光 形成的这种高光的冷色 和暗部的皮肤 这种暖色 这种细腻的光线的冷暖细微的变化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配合上这个 SLS真的有德味 所以很多东西是镜头 光线 曝光 综合起来才能呈现 就不说光有个镜头 我出去 红拍就一定有德味 很难 摄影师用光的 也说测光是门学问 曝光也是一门学问 你什么时候都把这事整明白了 就不一样了 好 西班马提卡说很沉稳啊 对 这个四臂广毛说油润 这个知识是很润 我觉得这感觉 大一浪也说 莱卡就是电影色 真的是 就这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张片子 虽然没有人脸 但是我觉得氛围感很好 这种氛围感就来自于冷暖的颜色的处理 这种颜色 光线 首先决定 必须有这个光才能处理什么 再加上镜头 再加上机身 再加上曝光 才会有这个感觉 你如果曝光再加一挡半 就完全没这感觉了 所以有的处就要舍得把曝光下去 舍掉暗部 取舍取舍 你想取啊 你得有舍的部分 这些都是不同的光线 这是隔着前头的玻璃 拍后头的人物的感觉 所以这个玻璃是经过折射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看远处的这个感觉 这些颜色 在走廊上拍摄的 我用这个用了不同的光圈 大家看这个 这是1.2光圈 这个是光圈差不多 光圈4 还是光圈5.6的 我记不得了 但大家看背后的虚化的控制 地面 你看这个地板 特别能看出来 就收小光圈 这种远处地板上的这个质感 在镜头的素质 我觉得现在镜头 收到光圈4以后 你不用考虑 现在镜头光圈4以后还不好 那不可能 各家镜头 真的 你拿着狗头 你拿着1855这类的 你收到光圈4以后 收到5.6 那素质都上去了 不要怕 但是大光圈在强烈阳光下用的这个氛围感很好 就不要觉得大光圈只能弱光用 强烈的阳光下用这个感觉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 这个光感跟背后的人说 你如果在阳光下不用大光圈就没有这个氛围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眼睫毛的这个质感 包括眼睛里瞳孔的那个颜色 包括眼睛里反的那一点点窗户的高光 你看那一点高光是蓝的 就天空的颜色 这些颜色都源自于日光白平衡 都源自于日光白平衡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颜色 不要过分的就追求所谓准确的颜色 机身的颜色 我说你还真数码时代还直出吗 对吧 看电影 很多人觉得电影好看 电影都调色的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不要对这个太修节目 有一种颜色过于修节没事 没事 这些都是这些镜头不同的感觉 尤其像这张放大一点 大家看看眼睫毛这个质感 这个眼睫毛的清晰度 在脸上的投影 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出 这个皮肤的质感怎么样 镜头好 这都不是加瑞加出来的 你就看看这个感觉就知道 经常拍的朋友一定能感受到 这些不同的感觉 包括对逆光的处理 这背后是个灯 直接照到镜头上 逆光的把控也很好 现代镜头 我觉得度门技术确实好 对逆光抗炫光能力 比老镜头好多了 不同的氛围感 不同颜色 细腻的表现 这种 对低饱和的颜色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这种感觉 都是很漂亮 这种细节 对吧 尤其像这张 这张的光太好看了 因为这是照在阳光照在对面的墙上 从墙上 整个一面墙 反光 反到人脸上 哇 细腻极了 这种光感 拍的时候就觉得 哇 这张太好看了 这个感觉 非常非常舒服 散射光 所以很多人拍片的时候 老喜欢站阳光下拍 你多久观察 反正光线 摄影师要会看光线 才能拍好 有的时候不是镜头不够好 是可能你光用的不够好 是这个原因 我们看一下这个感觉 这种皮肤的细腻的这种感觉 你放到这么大 你看皮肤上的细节 还是很漂亮 能把细微的感觉表现出来 才是好 就十八罗汉说的好 鼻梁的皮肤的这种质感都能出来 好 我们接着看 然后这个是今天 在那个奥森拍的 这张光圈是F2 用F2光圈在这拍的 在树下拍的这感觉 虽然有时候拍人像 你也不一定非要都拍大头 可能让人以为人像摄影 就人脸摄影 都拍这么大 不拍这么大不过瘾 很多时候不需要 不需要这感觉 那么有的时候就要带着环境 还要带一定这种空间关系 标头其实特别舒服 标头会有一种不夸张的宁静感 它很寻常 但寻常不好吗 也是一种好 对吧 这也是 这是501.2低角度 今天拍的时候 躺在地上 群里头大家还解除了 我趴在地上拍的 那么这就是 在地面的草 前有的草就会虚化 一直到人物那 然后再虚化出去 其实这棵树并不大 但是你趴在地上拍 带来的空间感受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镜头 说好不好 就是看大家怎么去调度它 怎么调度这个镜头 怎么用这个镜头 所以我认为 这只镜头其实还是相当有特点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经常拍弱光 那么我觉得可以考虑这只镜头 光圈这个部分70200 其实跟它一样 但大家可以听一下光圈的声音 我放在麦克风这听一下 窝光圈的声音 适马在这方面 其实下了很多功夫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今天 关于适马501.2的两场直播 就到这了 祝大家周恩愉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